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六针结束 将缓起的线圈拉紧 接下来每一圈的结束 都要在第一针 勾制一针引发针和起立针 第二圈 从引发针的针目开始 勾制一圈短针的加针 重复六组 一组加针 两组 继续勾制完这一圈剩余的四组 第三圈 先在引发针的针目勾一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 是一针短针 一针加针 重复六组 六组加针结束 再勾制六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每一圈都是18个针目 当我们将短针勾制到第九圈时 要在第九圈的最后一个针目 先勾制一针未完成的短针 接着再换绿色线 完成这一圈的最后一针 换线后 继续在这一圈的第一针 勾制一针引发针 接着再将白色的线剪断 第十圈按顺序 先勾两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加针 这一圈是两针短针 一针加针 重复六组 第十一圈 继续在这加针后的24个针目 各勾一针 不加不减针结束后 下一圈的规律 先按顺序 勾十二针 再用记号扣 在这一圈的第一针做标记 十二针结束后 将勾针穿过下一针 也就是第十三针 和记号扣标记的针目 在这两个针目里 勾制一针引发针 将一半的织物进行连接 连接好后 再用记号扣 在这一侧引拔的针目做标记 锁一针 将织物翻转 接下来的规律 就是在这十二个短针的针目 各勾一针 十二针结束后 继续在第一针 勾制一针引发针 接下来就重复这样的规律 也可以将葱叶部分的不加不减针 勾制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三圈短针结束 最后一圈 是在这十二个短针的针目 勾制六针短针的减针 继续在这一圈第一个减针的针目 勾制一针引发针 继续在这一圈第一个减针的针目 勾制一针引发针 将织物填充好后 再用预留出来的线头 在顶部的每一个针目 缝合一圈 并隐藏 另一侧 在记号扣 与这一圈最后一针短针之前连接的针目 在这两个针目 重新起线 起针后 继续从起针的这一个针目开始 在这一圈剩余的十二个针目 各勾一针 这一侧 依旧按照同样的勾制方法 将不加不减针 勾制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适合的高度 与棉花填充好后 最后一圈 依旧勾制六针短针的减针 再用同样的方法收口 并隐藏线头 嘴巴的部分继续缓起 先锁一针 继续在缓起的线圈 勾制一针中长针 再锁一针 在线圈中 勾制一针引发针 下嘴唇的部分结束后 锁一针 在线圈中 勾制一针短针 再锁一针 最后 勾制一针引发针 继续将缓起的线圈拉紧 在这一圈开始的任意一个空隙处 勾制一针引发针 锁一针 运留少量缓合的线头后 断线 先将嘴巴的部分 缝合在白色区域 第四圈和第五圈中间的位置 最后 用黑色的四股线 装饰眉毛 安装6毫米的眼睛 嘴巴的背部也可以粘合少量的肉绒胶 让它更加牢固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与陪伴 我们下期见